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脚步坚毅 不频极快地穿梭于人群之中 他专注 认真的神情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前去采访时 他正在奔波于指导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课题研究 论文撰写 全军文职护理和专科护理培训班授课以及节目的排演之间 忙着备课讲课 忙着给护生们指导排练护士节受贸仪式 从精心备课 查阅资料 到编排仪式 审阅节目 他总是亲力亲为 在毕业护生受贸仪式及人文素质汇报展示彩排时 为了展示护士职业的良好形象 他更是关注每一个细节 从坐姿形排到微笑细节 从语言表达到语气 语调 他不断鼓励和指导护生们 展示自己最美的一面 希望护生传承的 不仅是护士温文而雅的气质 更是就死不伤的医者人心 一上午的时间一晃而过 刚停下来休息 他歉意地对我们说道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不亲自来看着总是有点放心不下 他们都跟我的孩子一般大 希望孩子们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能有一个令自己难忘的寿冒典礼 这个不辞辛苦的身影 就是空军军医 大学护理系人文护理学教研室主任张延龄教授 1985年 张主任从元四一大护校毕业后 秉承着不断学习奋进的信念 在家人的权力支持下 上了大专 读了本科 又攻读了心理学硕士 博士学位 2008年 汶川发生地震后 他主动请英 说道 灾区的人民和救援官兵更需要进行心理疏导 我请求前去 想为他们做些事情 来到灾区后 面对一片狼藉的废墟 他没有丝毫畏惧 虽身处后方医疗所 但时刻保持着前线临战的状态 有一天 医疗所来了位50多岁的大叔 神情麻木 表情呆滞 他立即上前了解情况 边做心理护理边进行基础治疗 通过沟通交流 了解道大叔是家里唯一的幸存者 由于过度悲伤导致性情大变 他握住大叔的手 耐心为他实施心理疏导 几天后 大叔痊愈了 他激动的说 谢谢你 大妹子 那一刻 张延龄感到无比欣慰 他知道 能够帮助需要的人减轻痛苦 这地方来对了 这么多年的坚持与学习 值了 从汶川回来以后 他依然致力于灾区患者的心理救助 陕西省移动公司慕名找到他 请他参加志愿者活动 通过电话热线 继续帮助镇区民众缓解心理痛苦 他听后立马同意了 接下来的日子 他既要上课 又要几时间进行热线心理咨询 到2008年底 他已经帮助了近200名有心理问题的灾区居民 去年 刚做完耳膜修补手术的他 不顾书后耳鸣 恶心等身体不适 依旧坚持上课 他说 再不舒服也不能耽误学生学习 他的授课依然像往常一样精彩 是护生在快乐中将课堂之时牢牢记在了心里 课后 还不停地向我们道歉说 由于自己的身体原因 中间有停顿 影响我们听课了 针对目前临床存在的人民群众 对护理工作高要求 与临床护视人文素质 不能满足需求的矛盾 他带领团队创造性设计 构建了以专业信念与伦理 心理品质与沟通 文化修养与创作 社交利益与形象塑造 四个功能模块为核心的护理本科学员人文素质培养系统工程 将人文素质培养贯穿于护理专业学生 四年学历教育的全过程 成效显著 经验成果分别在第九届全国高等护理教育学术研讨会 全国医药人员教育提升大会和全国人文护理专业委员会 第三次免会上进行大会特邀报告 在护生们眼中 他是最受欢迎的教员 为了讲好每一堂课 他总是精心准备 为了帮助护生理解深奥的心理学理论知识 他总是引经据点 旁征博引 使护生们对授课内容形成深刻记忆 对家里 他却有些亏欠 这些年来 由于岗位的责任 因总是在忙工作 忽略了对新人和孩子的关心 一次次失信于家人 但是 他说不后悔 如果有机会重新过一次 他仍然会是这 的选择 三十多年来 他从身穿军装的临床护士 走到三十讲台上的教授 从平凡的临床工作走到教研室主任岗位 简单平凡的他始终在护理事业上默默坚守 荣获军队与裁奖影响的他 是三十讲台上南丁格尔精神的传授者 在教育路上 他数十年如一日 为军队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护理人才 一次次将自己手中的蜡烛传递给稚嫩的护生 为护生戴上象征天使的燕尾帽 帮助一位为护生成长为合格的白衣天使 你像甘甜的清泉 滋润荒芜的沙漠 让病魔远离 你像灿烂的阳光 温暖冰凉的心灵 让伤痛消逝 祝所有的天使们 永远平安快乐 晚安